而台11县花林大桥改建工程受原物料大涨的影响 工程招标多次流标 历经多位的立委和地方政府积极努力争取 从原本14亿元的预算到现在将近24亿元才招标出去 动土典礼上地方各界出席踊跃 从县长、立委、乡长、代表到村长 大家都来欢喜见证花林大桥改建的重要时刻 台11县花林大桥从57年第一代桥到91年第二代桥陆续完成 承载着花林重谷与海岸山脉之间的重要交通连接任务 107年的0206地震再震出了花林大桥需要改建的议题 当时任立委也是现任花林县长徐中卫 也回忆了这一路来努力争取改建经费的艰辛过程 107年0206就已经开始进行讨论 那时候曾卫是立法委员 而那时候我们也召开了 无论是县刊或者在台北开了很多的协调会 那时候预估是14亿 那时候预估是14亿整个 再到正位担任县长109年 我们林文雄处长来跟正位 报告我们这个花林大桥的部分 17亿多次的流标 好多次的流标 到后来郑天才委员 吴坤崎委员以及公路总局 国发会行政院看到了整个物条 所以桥是安全的道路 所以更需要赶快尽数 尽数加速来把它改建 所以我们要再一次谢谢 两位立法委员 在中央不断不断的大声疾呼 让今天24亿开始来进行 7月3号花林大桥改建动土典礼 包括了县长徐中卫 立委傅昆琪 立委正天才 立委范云和邱成远办公室代表 还有吉安厢长游淑珍 寿峰厢长珍淑仪 丰冰厢长邱福盛 以及多位的县议员 厢明代表 村长等都踊跃出席 共同来见证花林大桥改建的重要时刻 记者陆语会寿峰相报道